在聊男士用包的时候 有观众问到了新款的herbag 我们来比划比划吧 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拿到实物 herbag其实在整个爱马仕的历史上 还是非常重磅的 因为它一直也在出 然后陆续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会变成双肩杯 比如说尺寸上的一些变化 那这些变化呢 其实因为身形的变大或者变小 在使用上在风格上会有一些变化 那如果只是比较经典的herbag31 或者herbag39的话 风格上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 到现在为止 这里的新款的herbag 就视觉上来看的话 在搭配上 我不觉得它会引起太大的变化 但是在使用习惯上 我觉得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 就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herbag能不能斜跨这件事情得到了解决 如果herbag它的肩带连接包身的位置 还是在中间的话 我们就很难去斜跨它 因为肩带本身并没有那么长 在斜跨的时候 它需要先向外扩张 然后再落回到肩膀上 所以形成了像圆形一样 会浪费了肩带的长度 如果把肩带的连接位置 放在了两边的话 就直接可以从包身两侧 然后延伸到肩膀上了 节约了肩带的长度 这样的节约呢 体现出来其实就是能够斜跨了 斜跨起来的话 herbag应该是非常随身 非常易用的 那在它的这个变化的名字上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之前就是很简单的 herbag 39 herbag 31 那现在把肩带的连接位置 放到了两边之后 它的名字叫做herbag messager 39 也就是像邮拆包一样 邮拆包最显著的一个特征 应该是易于斜跨 然后比较随身 比较易于使用 要达成这样的变化的话 herbag它的皮革部分的设计 或者开口都会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有可能它的皮革部分 会变得略窄一些 或者它的横向的这个金属轴 会变得略长一些 使得肩带的厚度能够加到这个横轴上面 亦或者这个横轴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变化的是什么呢 是皮革上面的开口的位置 这两处开口 目前要容纳三层hunter皮 如果把肩带放到两边呢 这个开口的位置 就只需要容纳手柄的两层hunter皮就可以了 未来如果我们想把它变回来 能不能变回来呢 其实有一些使用者 会把手柄的皮革去掉一层 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 把它拆下来之后 去掉其中的一层 那在使用的过程中 就已经实现了 让这个开口只容纳两层皮革 所以同样的原理 如果大家想要把两边的肩带 放到中间也没有问题 去掉其中的一层手柄 然后让肩带回归到中间就可以了 就目前所看到的这些信息的话 如果大家没有herbag的话 是可以考虑拥有这样一个 可以斜跨的herbag的 但是如果自己已经有了herbag的话 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必要 去再增加一个可以斜跨的 herbag的外形还是比较致式的 我们也经常用它和凯利包来做对比 做比较 关于新款的herbag 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包括如果大家已经拿到了 会有哪些我没有发现的亮点呢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拜拜